如何在工作、生活、学习中明白神的旨意? 答案就在上帝的指纹与今日系列节目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我们上帝的指纹与今日第十九集 我们今天的课题是神指明正路的方法 神在某一件事情上对我们的旨意 不等于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功课 我们来温习一下 我们讲了这么多集 明白神的旨意 它的流程是什么? 我们做四点的提示这个流程 第一,观察和操练 并且确认我们所看到的事情 是有神的感动 是神用的带领 和有神的工作 并且留下了他的证据、他的见证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观察确认了神工作的三次 三点一线 是为了客观的认识和相信 这是神在做 这是神做的 第三,确认上帝三次做了 三次在 一线就是这一件事情 三点就是三次他做的 并且留下了痕迹、见证 是为了明白神的旨意 它是什么意思? 第四 最后明白神的旨意 同时要问我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 我们今天讲 神指明正路的方法 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在属灵的追求、学习和道路上 神最终是希望我们长大成人 能够代表他 能够见证他 能够接受他的托付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历各种的苦难 各种的学习 各种的不明白的事情 我们要分辨 今天是神把正路指出来 让我们来长大成人 所以他最终希望是把正路指出来 让我们自己去走 自己去面对 能够像孩子一样 根据父母的心愿走出自己的路 这个是最满足父母的心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见证 我们今天的见证是讲到徐弟兄 学属灵功课的故事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的教会每年都会参加一个 新墨西哥州的基督徒联合退休会 而且在这个退休会上 早上我一般都会带灵修 有一天早上我出去带灵修 出门之前突然圣灵有感动 我就有个祷告 我说主啊 今天我应该用哪一段的经文 今天你有什么样的指示 圣灵告诉我 今天用雅各书一章22节到25节 并且他告诉我 今天有人就在这个灵修当中要得福 我一下就有一点吃惊了 我说我好像不是经常有这么清楚的告诉我 有什么样的经文 而且什么样的人今天会得福 我一脸祷告了三次确认了 然后我就去了 这个灵修 我说请大家注意 今天我们灵修不一样 因为出门前三次我确认 圣灵让我今天带灵修 用这个经文 就是雅各书一章22到25节 而且告诉我今天会有人得福 我们就开始灵修 大家都知道我怎么带灵修的 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分享 结果结束的时候有有几位弟兄姊妹同工分享 但是分享的时候没有得到我所期待的那个 属灵的那个灵修的结果 或者好像我没有看到圣灵告诉我 有人会得福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里面没有阿门 我不是说弟兄姊妹的交通没有阿门 而是没有那个阿门 那个人没有出现 结果没有想到 当时的确我们当作有位徐弟兄就得到了 只是他没有说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是在那个退休会的那个前面 他有一个项目做不出来很大的压力 那他就不想来这个退休会 结果的话呢 他就做了一个祷告了 结果就算还是来退休会 因为他那个项目做不出来是非常大的责任和压力 而且呢 他说他那次得到了一个很大的羞辱 就是他做报告的时候 那个上面来听报告的人 那个上面来听报告的人 告诉他 你浪费我的时间 不但说他浪费他的时间 他还睡着了 不但睡着了 这个听报告的人还打憨 但是他在那个灵修的时候呢 因为在这一段的圣经 他里面就得到了 知道神在对他讲话 结果他下山之后 这个项目就做出来了 所以徐弟兄那天早上确认是圣灵对他说话 是他非常困难的 情况下工作的压力的里面 但是他却捕捉到了圣灵的感动 更重要的是 他听见了就明白了 而且知道这是神指数的正路 他就这样去行了 他就得福了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雅各书1章22节到25节 就是徐弟兄 那天早上灵修得到的这个经文 也是圣灵对我说的 这里说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就忘了他的本相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 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而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这里让我们做一个提示 这段经文 就是听道和教会的生活 其中的目的 是让人对着镜子观看 你为什么要祷告 你为什么要敬拜 因为神把一个属灵的镜子让你看 让你认识自己 而且认识正路 但关键的是要走正路 不能只是看见正路 这样我们就会明白 属灵的功课和神的旨意 和自己的困境处境 很多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知道 神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苦难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属灵的经历 我们为什么会遇见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是神告诉我们 要我们来学习走正路 我们来看今天的学习 也是认识上帝的指纹 和明白神旨意方法的第十九 神指名正路 这是这一刻的中心 我们怎么样知道一个人长大成人 我们怎么样评估一个人的属灵的分量 其中就是要看他走正路 没有走正路 就是没有经过事业 不可能成为领袖 早晚要出危险 另外做基督的门徒是必须要走正路 不然就是挂名的基督徒 第二个提示 所有的教会活动 比方说聚会 牧养 建造 辅导 祷告 最终都是要把人扶起来 兴起来 建造起来 走正路 聚会的本身不一定带来正路 但是明白了 一定要去行 有很多的时候 教会的问题 人的问题 就是明白了不去行 就像圣经上所说的 看见了自己的本相 走后随即就忘了 所以 我们评估教会领袖 和弟兄姊妹是不是走正路 其中就是看什么 看他的骨子 他的骨子能够证明他是不是走了正路 另外就是说走正路的最关键的 不要盯住别人 不要看别人 指责别人 批评别人 找别人的问题 最关键的是自己明白了默默的学习 所以我们要记住 我们的学习走正路是什么 三件事情 目中无人 手中无事 只见耶稣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作业 我们要三个作业 第一 猜想一下 徐弟兄为什么会敏锐的知道 圣灵那些早上在对他说话 他一定是应该 是走过一些的正路 甚至操练过 他操练过走正路 才会领受和确信 这不是人的声音 而是圣灵的声音 你觉得他当时可能已经有的属灵果子是什么 第二 如果我们听见圣灵的声音不去行 知道神指出的正路不去行 我们会在哪个具体的属灵功课 会自欺欺人 又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第三 对照检查一下在过去的一周里 你有对着属灵的镜子观看吗 神有对你指出正路来吗 结果又怎么样 愿上帝祝福大家